年輕力壯 如果一會見到他們的身材 就看到是非常紮實的 有衝勁 有這樣的力量 有這樣的速度 這個組合就是 現在正在開關 這位就是于洋 另外一個組合就是高齡 趙婷婷就是 高齡大家應該來說是很熟悉的 她是雙打混雙 都曾經是世界冠軍 毫無疑問 就在這四個球員當中 可以說她是最有經驗 而且實力是最強的一位球手 而她的拍檔趙婷婷 她以往來講的主項是打混雙 但由於高齡在原本的拍檔王帥 因為某些原因 就退出了國家隊 所以在這段時間 中國國家隊的教練 臨時就是找了趙婷婷就夾高齡 但是效果也可以說是都算不錯 但是究竟最終 中國隊在四隊的組合當中 將會是選擇哪一隊 哪三隊去參戰這個奧運會 所以就真的要通過最後這幾個站的表現 才可以做出最後的決定 所以就真的這場球 雖然是自己有在這裏打 相信兩隊都會是全力以赴 除了是為自己的名譽 為了獎金 同時也是為了奧運的入場券 所以一定會是打得很精彩 會全力以赴去爭取勝利 穿著藍衣這邊就是于揚和杜靖 穿著深色球衣的就是趙婷婷和高齡 覺得 bout犯震 Grey 這麼一開始全也打得很繁 gerade seperti一開始全力去奧運 這樣一開始 Infinity Winter for three 下班首千 打鋁箱一定是打多板的 尤其是雙方球員都很熟悉的話 就真是很難打死對方 尤其是鋁箱球速比較慢 以他們平時訓練的實力來說 的確要打死對方是需要浪費很多的氣力 這個也是鋁箱的其中一個特點 當然比賽又不同了 會不會是經驗比較老到的組合 可以用他們的經驗來破壞年輕力壯的組合 這個節奏 這個也是看完這個比賽就可以欣賞一下 雙方球員尤其是在比較有經驗的組合 怎樣是可以令到年輕的球手 不能夠發揮他們的強而有力和有速度的進攻 其實四位球手除了打雙打之外 他們四個都有兼項打雲箱的 尤其是高零就因為他明年奧運會 他的雲箱的雲箱可以說是中國其中一個奪取金牌的一個希望 相信他也要考慮一下究竟如果他打兩項賽事雙打和雲箱是否有足夠的體力可以應付呢 相信這個也是需要中國隊的教練做出一個明確的一個決定 因為在這麼高水平的比賽兼項兩項的而出局難度非常之高 除了消耗體力之外也都會是消耗精力 在上一屆的韓國公開賽 也都看到高零分別拿了這個女箱和運箱方面這一站的冠軍 但是目前其實反而在運箱方面 這屆賽事就肯定中國已經沒有了這面金牌 而另一邊箱高零的拍檔其實鄭波 之前其實都有一些傷患困擾住的 因為鄭波他的打法是消耗體力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有受傷也都不奇怪 因為他是需要在後面去攻擊和跑動 鄭波 鄭波 見到比較年輕的組合 雖然就是很全力地去防 但仍然是抵擋不了趙婷婷的連續進攻 但是在整個速度來說 毫無疑問就是藍色衣服的組合 將會是勝一籌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比較矮小些 移動能力和進攻能力一定是比較強的了 但是講控球技術 肯定是高零和趙婷婷這個組合 會是給他們優勝 尤其是在防守技術 防守能力方面 高零這個組合將會是比較好 但是始終都是年輕力壯 有用不盡的體力 有用不盡的力 所以他們往往都可以連續進攻 都不會累的 經過幾板的殺球 他最後都可以將高零打死 高零自己其實都很輕鬆地去面對這個賽事 看到剛才那球 被宇洋和杜靖這樣去強攻發 仍然都是笑容滿面 事實上對回自己同國家的隊友 真的在壓力方面是小很多的 真的看到杜靖的殺球能力相當之強 是很痛的 因為這個組合的特點好像有點男性化 因為球殺出來是很重的 的確他們也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兩位球手身體是非常壯健 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候他們都取出這種半蹲低 半樽式的抽檔 效果也是非常理想 打到目前來講 高零這個組合明顯是打得比較被動 一路被宇洋的組合一路壓住來打 對 還有一路面前 現在高零的組合 當他們殺球時 並沒有那種速度力量 但是落點是非常好看的 明天大部份時間都是年輕的數盒佔優少少 換句話說暫時去到中段雙方都鬥得相當之緊 九二掌中體育館這場是今屆賽事第四場決賽 由穿藍色衣服 于揚和杜靖對起穿深色衣服 趙婷婷和高玲兩隊都是來自中國的組合 休息之前于揚和杜靖暫時都是正在戰局 現在已經將領先的優勢拉遠到2分 鏡頭捕捉著這位是道靜 進攻能力相當強的一位球員 比賽 肖哥放過往前的 然後再攻回去 還能上手 好,搶兩球,還未攻得入 但是這一球倒靜大力的把球打到出界 雙方互有攻守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倒靜的殺球是很大力的 最快分,現在暫時雙方的距離只是一分之差 高球還是去後場,但是這一球真的太軟了 再看看這一球很可能是入界的 這一球分數就要給高齡和趙婷婷 雖然兩隊都是中國的球隊 但是並沒有說有任何的禮樣 分數仍然咬得很緊 然後看到兩邊檢查這個羽毛球 然後繼續比賽,十二平手 前面就已經打失了這球球,趙婷婷 到位置放回後半場 撐錢 打算衝上去搶這球球的時候,高齡又有些大意 看見很多球,高齡都捕捉到位置 只是可惜落點方面仍然差一點 之後還要給倒靜多拿回 看見到這個,他有少少下樽式的反殺 這種防守對抽技術也是他們組合的一個特點 其實他們兩個並沒有一個特定的棋位 因為任何一個球手在底線,殺球的力度都是很重的 看見五個 任何一隊,無論道正也好,於揚揚也好 在底線都是很重的殺球 有時在現場看他們的比賽,就感受到那種重量 很可惜在這次比賽,就沒有那種測試的儀器 如果是有機會測試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重量應該是超過200多公里 見到他們的球速都相當之快 兩位前後場都可以做到一定威脅性的攻擊 暫時高齡和趙婷婷似乎在這個階段半崖打的狀態 始終年輕一點的組合是打得比較積極的一隊 哎呀,好可惜 這球球無端端就開了一個球落網 不能夠延續剛才的氣勢 先順順一點毛 16比13 落後3分 都是繼續積極主動去進攻 哎呀,連續兩球 都是道正打了落網 這兩球主動球的一個失誤 令高齡他們也追貼了分數 明顯看到趙婷婷在後場攻擊會比較多些 嗯,但是當他上到網前的時候 往往因為有心理壓力 很多時候會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失誤 看到道正衝了上來 心理上就折了一折就放了落網 所以很多時候在比賽當中 你如果想著要搶網的話 無論對手怎樣 你應該要放膽去做 那如果你停了一停,想著一下 你就沒有了一種手感 就很容易造成失誤 尤其是,可以說暫時那個賽事 都是又看到在前面 剛剛有人搶到這一球 他的主動性實在是掌握著 變了一到到輪回去 被趙婷婷和高齡有機會去攻的時候 反而就有點脫漏了 是,因為始終他們在攻擊力方面 就是很有信心 所以當有機會攻的時候 他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因為他明知攻完之後 就算他挑起那波 我仍然可以再攻下去 當你不夠後的時候 前面的球手就可以做出一個保重 所以在進攻方面 相信他們是一個最有信心的打法 當那波是很後 他就可以選擇叫住 哎呀,這球球真是 哎呀,這球球真是 又是這個倒正 他看一看上面 可能上面的燈光 就撐著他 令到他擊球時間 就有少少不對 但他的分數仍然是4分領先 19比15 這種連續進攻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特點 所以有經驗的球手 應該怎樣想辦法 令到他們這種連續性的進攻 就連不到 那麼相信應該是 首先要先把球挑起兩邊先 就配合擋網 令到他們的節奏就不對 那麼 當然做不到之後 就 羽揚的組合 以先贏第一局的比賽 第一局的比賽 兩支中國組合的對決 在女霜的決賽 都可以說肯定 可以為中國在今屆的韓國公開賽 奪得他們首個冠軍 當然 在今屆的韓國公開賽 中國對整體來說 那個表現 事實上是 令到外界覺得有些強差人意 但是 顧問論是怎樣 女霜的冠軍 肯定是中國的狼中脈 現在第一局 暫時是由 藍衫的愚陽 和道正 是以21比15領先 第二局的賽事也正式開始了 看看 穿起深色衣服的高玲 和趙婷婷 能不能夠可以搶多一局 看 看 這種防守戰術 應該是他們經常要做的 不能夠和年輕球手對抽 應該是利用弧度才拉開 然後等一個機會打反擊 如果對抽的話 由於速度力量是輸了 並沒有好處 拉起 打兩邊 有機會才打反擊 這些可以撕破 他們進攻的連貫性 這種打法也為他們連得兩分 當然 年輕的組合 應該要繼續用回 第一局這樣的打法 繼續搶攻 積極地去打 但是打到目前為止 都仍然是發揮不到 他們的進攻的威力 反而以0比4就落後 很會 防得漂亮 漂亮 再一次趙婷婷 在這種環境下 經常因爲她的爆發 就不是這麼好 往往重心不好的情況下 就是 再一次 這個球就不應該去搶 這些步伐 如果要搶的話 應該提早移動 才可以打到這球球 這個挑得漂亮 應該在防守的時候 應該是要這樣做 就不應該就跟對手對抽 因為年輕的球手應該壓完之後 通常他都是跟著就壓回向前 如果你是跟他對抽的話 就是中了他的計 所以盡可能把那球拉起 甚至乎拉去兩邊 配合擋網 就可以擾亂對方的節奏 哎呀 這球真的太大意了 就以為實際沒有牽牙 看見到他 於陽也都 這些那麼高 太大意了 哈哈 即是 他都 呆了 為何會是這樣呢 所以有一次往往在比賽當中 當自己不順的時候 就這種 雖然是一個雞腿波 但都要很集中精神去處理 高齡又再一個 即是回敬一球 這球球就不應該失球的了 半中場 見到他正在步伐 就好像不是很適合步 結果亦都打了落網 其實雙方球手 雖然是全力以赴去打比賽 但是亦都很輕鬆 跳得好 彈得好 沒有跟他們鬥速度 對了 走錯位 錯 在防守技術方面 明顯趙婷婷就比較差一點 見到杜正 亦都是用這個強而有力的煞球 就打死了趙婷婷 半場球 這個球球真是慘了 好可惜 其實打到現在為止 就見到趙婷婷在走位方面 就好像感覺是橫得橫失的感覺 可能因為他的拍檔 就是鼎鼎大名的高齡 所以很多時候入位就入得不對 有時候入一下又出一下 亦都是造成 他們在配合方面 就感覺好像橫著橫著 再加上就因為出現很多的失誤 所以打起來就感覺就好像不是很放 這些手上的球是不應該失球的 以他是有運傷的底 理論上應該是手上的功夫 應該是比較好的球手才對 最後一分 5比7 講士氣 年輕力壯的組合一定是強一點的了 每贏一球都是大喊一聲 其實說回這一支組合 杜靖和于揚目前 他們在世界排名就是第三 可以說是僅次於兩支都是中國的球隊 其中的一支組合 還有我們在昨天總決賽見過 張亞文在陣 暫時排在世界排名第二 好,越追就越近了 6比7 于揚和杜靖還欠一分 就追到高齡和趙晴晴了 這個抽檔技術真是一流 始終這樣抽檔都不是好有利 所以選擇了是挑起球 但是這球球是挑了太大力 是緊緊出界 始終是放手都不是一個方法 雖然很想往前搶網 但是見到杜靖也明白到對方會搶網 所以向前加強了網前的鋒網 反超前8比7 看見高齡也太勉強想搶網 不單搶不到 反而被杜靖撲到一個中路球得手 突然間好像亂了 已經連得了很多分 現在于揚和杜靖領先10比7 突然之間高齡和趙晴晴遲下風 還要失多分 明明開局不錯 但是轉眼間 現在已經去到落後 幾大的比數 始終年青的球手 都是打得比較積極些 也都為他們帶來比較好些的回報 就是在落後的情況下 反先11比7 這段時間 因為兩隊球手都是來自同一個國家 變成一般來說 都不會有教練做一個教路 都是靠自己商量 看見高齡也都成為了場上的指揮官 其實可以跟大家說少少的花邊新聞 剛才提到 杜靖和于揚是世界排名第三 排名第二就是張雅文和危日曆 至於世界排名第一的 就是張雅文和楊維 張雅文和楊維這個組合 可以說是 經過拆了檔 又再組合 這些經歷之後 才再東山再起 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一段時間 國家隊就認為他們可能 某些原因 可能是年紀太大 或者知如處女 就令到國家隊 對他們就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經過拆檔之後 就發覺那個效果 並不是說這麼理想 所以是近這幾個月 就重新拆檔 結果在去年的世界錦標賽 他們第一次重新拆檔 就再一次拿到世界錦標賽 的冠軍 所以這場的相對 也都建定他們 將會是 明年的奧運會 的其中一隊 我認為是必選的這個組合 當然最終的決定 就不是我 是國家隊的教練 但是 以他們比賽的穩定性 和經驗來講 我相信這個組合 應該是其中一個人選 因為始終在國內打奧運 就心理壓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在處理壓力方面 就一定是有經驗的投手 應該是儉優 尤其是他們在04年 曾經是拿過奧運會的冠軍 那這個成績 已經是為他們 帶來比較大的 經驗的優勢 始終世界排名第一 他們的這個組合 還有 很相信 張傑文應該國家隊都會派他 因為 其實 在上星期舉行的馬來西亞公開賽 當時 就傳來了一個 可以說是 對張傑文來說 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 四年的地下程 居然 因為一個馬來西亞公開賽 被傳媒 就放了 終於揭發了原來 中國國家隊的張傑文 和馬來西亞他們 南商的其中一名老將 中藤福 原來已經是地下程四年 終於也都被揭發 但是大家都替他們很開心 而張傑文也都表示了 08年北京奧運之後 很大可能就應該會退出 換句話說 看看張傑文 會不會可以把握到 這個北京奧運的最後機會 為中國隊在這個項目爭取 第一面奧運的金牌 是 但是 現在我們營光幕見到的 這一隊穿起藍色衣服的 可以說是新一代的 中國女商方面 表現相當之好的組合 于揚和杜靖 現在呢 在第二局的賽事 暫時都還在吃著 這個高齡和趙婷婷 有五分的優勢 但是作為一個中國隊的教練 的確也都很頭痛 究竟是用哪三隊呢 因為其實各有特色 當然就最終決定 都是需要他們做出一個策略性的部署 無論是選擇哪三隊都好 一定有一隊是受到傷害了 所以這段時間呢 每一個組合都會全力以赴 爭取表現 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排名提升 從而拿到其中一張的入場券 那真是啦 現在我們留意到 除了楊維和張建文 還有張阿文和魏一力 現在大家見到 杜靖和于揚 還有高齡 那四支的組合 真是可以說 現在在女子方面 這個國家隊羽毛球隊 都真是在奧運前很頭痛 究竟人就有了 究竟出哪一個呢 真是要慢慢去掀高枕頭想一想 是 以我個人來看 就是楊維和張建文這個組合 我可以說是其中一個 膽子 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個就是魏日力 和張阿文這個組合 亦都另外一個膽子 那剩下的一隊 相信將會是這兩隊之間 選出一隊 那如果是這兩隊之間選出一隊 那以我個人來看 我就會選擇 年輕的組合 因為高齡 如果他需要兼顧打兩項賽事 就對他造成的心理壓力 就可能會是比較大些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我們的角度 那究竟 就是中國隊 他們會是用什麼的標準 什麼的心態來做出最後決定 那這個就真是很難去判斷了 那因為高齡始終他都是2000年和2004年 兩屆奧運在這個運商方面的金牌得主 那如果擺分他在運商方面 當然你說奪金的機會和勝算都會高很多 那還可以藉著08奧運的機會去培育這一支的 後起之獸 于揚和道正 實在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機會 那現在也都看到在第二局 穿著藍衣的于揚和道正 已經去到決勝分 可惜剛剛 于揚就不小心打了個球落網 但是仍是拿著7分的領先優勢 20比13 那在雙打的比賽 就7分基本上就很難追的了 因為只有有少少的失誤就要輸球 那當然我們剛才在藍單的決賽 亦都經歷了很大的起伏 見到落後7、8分都可以被對方衰竊 但是雙打方面 兩個合格 于揚和道正 在整個局面都是發揮得相當之好 這份亦都輕易被他們拿了 結果 最終的分數 21比15 和21比13 于揚和道正直落兩局 將高齡和趙勤挺擊倒 亦都在這一場的韓國公開賽 奪得了女霜的冠軍 那兩對球手的表現 就一樣他們勝出可以說是非常之合理 的而且確他們都是 打得比較積極的一隊 比較主動的一隊 那這場賽果 相信我們不能夠用意外來形容 應該可以說是他們勝出 應該是可以說是非常之合理的一個結果 好 好 再一次跟大家看一看我們今天 已經播放了的四場比賽 混雙女單 男單和女霜也都已經有定局 接下來即將要送上男霜的比賽 在進行男霜決賽之前 亦都進行這個女霜的頒獎禮 都算是打得比較輕鬆 今場雖然輸球 趙勤挺挺和高齡 亦都奪得了女霜的勤態 畢竟對回自己國家 壓力方面是少些的 所以見到他們 就算是 只得到亞軍表情上面 都未說是很失望的 是 當然 始終都是自己人比賽 應該都是保住這樣的心態才對 但其實 可以說見到 由今屆的賽事都可以看到 到目前為止 現在國家隊可能真的面臨著一個外界所 全測叫做陰性揚衰的情況 因為女子那方面 他們真的人選就相當多 反而男子方面 比起上來 是沒有那麼充裕的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傳統來的 一般來說 以往的傳統 就是女子 以一個壓倒性的優勢 霸佔這個女單 女霜的世界體壇 即是羽毛球壇的 一傘的地位 再一次恭喜了 中國的于陽 和刀正 真是清出于男 就好像他們 在這兩局這麼好的表現 再一次證明了他們的實力 亦都可以說為中國隊 挽回一點點面子 在今屆的韓國公開賽 取得了中國國家隊的第一面金牌